看过了战场上的铠甲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盾牌 盾牌在文献中呢又称肝 它经常会和刺杀格斗类的兵器搭配使用 比如像鸽 毛 等等 所以我们有了肝鸽相间 自相矛盾这样的说法 请听题 迄今为止 考古学家发现的时代最早 且保存相对完好的盾牌 是河南三门峡国国墓地出土的 西州晚期盾牌痕迹 请问以下关于该盾牌痕迹的描述中 正确的说法有哪几项 A 盾牌的主体构架由藤条编织 B 盾牌的主体构架被皮革覆盖 C 盾牌的表面是由卷云纹同洋 D 盾牌的中部几棱处 修有红基 我选择是A B C 因为D的话我不是很确定 我觉得D应该是对的 我又记得他应该是有说过 当时好像是在里面有残存 我们依稀有发现这个红基的迹象 所以我觉得D在我的印象点里面是有 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B C D 一共六人回答正确 其实盾呢 我们在商代的遗址里头已经发现了 而且很清晰 也有猪漆 所以这个盾出现猪漆并不奇怪 所以盾牌这个东西呢 它在兵器里头属于一个防护兵器 就是如果说我们右手拿剑 然后左脚攻步向前 然后身子下蹲一下的话 那么这个盾如果有80公分高 就能够防住自己的大部分的面积 这样战斗对自己是有利的 所以这个是在战场上 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 但是作为国国目的 里头出土来讲 它是一组啊 一组七盾好几件啊 在一起 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完整 结构最清晰的盾 所以如果大家看的话 就能看到这是一个 两千多年前的真实的一件防护兵器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